南陀又爱喝酒又爱她太太 我这样讲是用佛法啦 你们不要听懂就意思就好 南陀就很爱太太 也很爱喝酒 那火陀觉得她一眼成熟 就叫她出家 她说不行 我放不下我太太 说好好好可以可以 火陀就用神通带她去看一种动物叫虾米猴 阿南陀看怎么那么难看 世界有那么难看的动物 我说很厉害 他就先让她看虾米 然后就带她去看天上的天女 他说这个以后你来这里 这都是你的天女都你的 好漂亮 那如果用天女比你太太呢 因为她太太也很漂亮 她说如果用天女比我太太 我太太就像虾米猴 因为火陀怕她没有描述的东西 带她先看虾米猴 不然疲愈没有词啊 所以火先让她看虾米猴 待会描述才会有疲愈的 你看多可恶 曾经为她太太不出家 一看到天女 竟然把太太当虾米猴 你看多可恶 那火又带她到地狱一看 出家了 人的恩怨如何 爱到的时候真爱 看清楚的马上变 是不是 世间人是什么 爱这个爱 看到更好就改变了 人性 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苦心经营 但其实再怎么经营 人心难控制 不但是别人的心难控制 你的心也难控制 所以今生我们互相 以佛法比较成就 而不是动不动用世间法 因为世间法人心难闻 是否也望 有什么事 就看来 我来说